今天刚下过雨,空气特别好 今天我给大家就解释一下 这个转铁蛋白、铁蛋白、血清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帮助大家在以后看验血丹的时候 能够明白自己有没有干病吧 至少做一个鲜艳的检查 首先血清铁是指在血液中 铁与转铁蛋白结合的含量 转铁蛋白主要用来运输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比如说我的手指啊,我的胳膊啊 我的身体的各个地方都需要铁 那么就需要转铁蛋白把这些铁都运过来 就是在消化吸收了以后都运过来 当人体中铁含量足够的时候 转铁蛋白作为载体就不需要那么多了 那么转铁蛋白的浓度就会下降 而当身体里需要铁的时候 或者是铁含量不足的时候 那显然就会有更多的车子 更多的转铁蛋白作为载体 来把身上的吸收的铁 转运到其他的各个部位 所以转铁蛋白过高 说明车子多 而铁少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被认为是缺铁性贫血的增长 当然还需要参考其他的内容 转铁蛋白过低的时候 那说明身体中的铁含量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车子 身体中的铁含量过高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摄入的铁太多 这里说的摄入的铁 就是食物中来源的铁 含量很高的 比如说红肉 就是猪肉 牛肉 这些吃的再多的话 就会使铁的含量很高 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 跟铁蛋白相关的肝病的问题 像肝病的话 它会造成铁无法顺利排出 那么过多的铁积累的话 这样的话 转铁蛋白会低 而铁本身的含量就会变多 铁在人体中 不是以铁离子的形式作为存储的主要方式 而是通过了一种蛋白 叫铁蛋白 这里需要区分一下 不是转铁蛋白 而是铁蛋白 铁蛋白本身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仓库 专门用来存储铁 简单的来说 就是人体中通过食物 吸收到的铁 就通过铁蛋白的方式 存储下来 留在身体里头 那么咽血蛋上头 铁蛋白如果含量很高 很有可能是饮食习惯 导臣比如吃了太多的猪肉 牛肉之前说过的 这样会造成铁蛋白身高 还有就是有可能肝功能有问题 这样排不出去多余的铁 所以这个指标是检查肝病的一个方面 同时呢 还会有其他的 比如说尿酸检查 如果说尿酸和铁蛋白都偏高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跟饮食有关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困惑 记得跟我留言 谢谢拜拜